這邊來為大家做一個實戰後分析 新黑金拉普拉斯 剛剛我們已經打了很多場關卡 包括一些簡單的石風王 也有這個男的 這個碎神輪迴 這個輪迴應該是很 足以去證明強度的 那這邊來做一個實戰後分析 然後有一個優缺點分析 也是有統計了聊天室大家的意見 然後另外還會講複製人價值 還有講說如果要不要抽 然後還有跟團長的比較 全部都在裡面 首先呢 優點的話呢 我就覺得這隊傷害很高 然後回復也很高 因為整版兼具星 減傷也很高 最致命的就是血量少 但減傷高 80%減傷 那你一開始騎技能就很簡單了 然後還有進場迴避 然後拳牛棚 因為他不是硬限制 他拳牛棚 所以你什麼OP隊員都能帶 包括項羽 包括 什麼 庸子這種 神卡 什麼都能帶 包括蜜兒 也可以帶 然後CD短 因為這個1技 CD4就可以迴避 然後雙隊長的話 兩張讓你迴避 加上他 近關迴避 所以他其實 呃 只要敵人不是連擊的 其實他這個迴避可以擋非常多的盾 我自己打輪迴下來 我是覺得 這個技能不會很緊繃 就是 其實想開的時候都已經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 他不怕負面珠 吼 不怕負面珠 包括石化凍結 因為你在石化凍結前一關 整版消 整版消完之後 他降下來就會 這個 整版的魔族巧號符始 種族符始就不怕被這些負面珠影響了 這個打輪迴的時候就看得到他的效果 這個無視石化珠 然後再來他內建破拼圖 這個就是我覺得他 很OP的地方 但是 可惜就是只有魔族成員 不過沒差嘛 因為他當隊長的話 他傷害是集中在頭尾身上 他是真實形態的時候才會有傷害 幻象形態的時候就是防守型 那進攻形態的話就是他自身有傷害 所以這個無視子經形狀盾 只有魔族可以吃得到傷害 是絕對是可以接受的 像輪迴的這個神族拼圖盾 直接無視 或者是像馬西X的神族拼圖盾 也是直接無視 這個 我覺得很不錯 然後再來 拼圖盾也是我覺得現在最 機車的前三名盾 尤其是現在很多的種族拼圖盾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好 然後再來呢 呃 優點還有說 你如果是喜歡動腦型的玩家 我覺得他一定會 你一定會覺得很好玩 但是如果像我這種無腦的人呢 我就是適合玩天原突破 我 我覺得玩這個 你可能一個地方沒有思考 對可能就死去 但是如果你有劇本什麼的 或者是你有動腦在玩遊戲的話 我覺得他一定可以 你一定可以玩得很強 這樣子啦 就需要動腦 哪一關需要 欸你現在什麼型態 你現在是幻象形態 還是這個 動腦也算優點啊 有些人喜歡動腦啊 不是每個人 都想無腦玩遊戲的 有些人玩這個遊戲 是 玩意志的 欸 那這個遊戲 這個隊伍就可以拿來動腦啊 對不對 有時候這關你是幻象形態 還是真實形態 你要知道 然後你這關你要開什麼技能 你這關開了 欸這個開這個迴避 會不會死啊 有時候敵人打他會反擊 什麼的 你要算一下敵人打你幾次 因為你迴避只有迴避第一下 那你要算一下 這個 這關開這個技能 打不打得死啊 什麼的 然後再來他沒有天降 這隊伍就跟智障女神一樣 沒有天降 雖然叫全肢的惡魔 拉普拉斯 但是他其實是個智障 他不會天降 他不會天降的話 你就不怕會被天降消除 所以他可以流珠 這也是好處 不用怕被天降表 那再來呢 高combo 真實形態 高C 整版消的話 帶擁止的話 其實10C就會變30C 所以不怕高C盾 只要你在攻擊的時候 不怕高C盾 但是有一個缺點就是 比如說一般的7C盾 你進場的時候 他是幻象形態 那你這樣子 你就是一定要手轉7C 那這個7C盾 如果說有帶一些問號 或者是連輔的時候 你就勢必一定要開主動技 真實形態去解這個7C 不然你有連輔 或者是有問號的時候 你幻象形態 你打他沒傷害 你打不死他 你如果沒轉到他可能會打 連擊你嘛 所以這個 有好有壞 然後再來轉租時間非常的長 必然延長 這個也很棒 不過我覺得是黑金基本的啦 那 優點大概講完了 我們講缺點的部分 缺點就是 這個死血非常的低 正常組隊大概都2萬出頭血量 放個薩斯姆全魔好了 可是你放薩斯姆就不能放庸子了 不然就沒有加成 你放薩斯姆可以到破3萬 雖然說 以下隊伍的標準來說 還是很低啊 現在我覺得 一線隊伍都至少要4萬 4萬 5萬以上嘛 對不對 那現在血量低 然後再來就是很騷腦 剛剛也講過了 需要動腦這個東西呢 是優點也是缺點 因為 雖然有些人喜歡動腦玩遊戲 但是呢 不喜歡動腦玩遊戲的人 絕對大於喜歡動腦玩遊戲的人 對吧 然後 所以他這個很騷腦是個問題 然後容錯率低啦 我覺得 你一個沒轉好可能就去了 因為死血低嘛 死血低呢 我們可以參考殷琦都這種 死血高又有減傷的隊伍 容錯率就高 那這種死血低 的隊伍呢 容錯率就低嘛 那再來是三肖齁 三肖這個真的是原罪 三肖隊長 都走不遠 這是一個原罪 呃 瑪雅啦 你看那個 關羽啦 什麼 古希臘啦 哪一隊有人在玩的 對不對 指定C數這個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還有數字盾 數字盾可能要開牌珠 不然你手轉你可能一不小心 那個就連在一起 你就多消一顆 就被連擊就死了 然後再來就是數字 那個 薩達那種盾齁 中間一個霧啊 然後指定C數 你這個要看得很仔細啊 打輪迴的時候 哇 打得戰戰兢兢的這樣子 因為三肖就是 指定C數的時候 你一個不小心 就 多轉了1C 然後再來就是 欸 像減傷的時候 它是消 三種珠子 以下 會減傷80% 對付技能 那你一個不小心 你沒看清楚 三肖可能就消到四種 你就沒減傷就去了 這是三肖的一些缺點啦 我覺得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不能疊珠 因為它沒有天降 所以它不能疊珠 這是一個缺點 遇到像父親大人盾 或者是像輪迴38-1的諾索斯 這種關卡的話 就無解 無解 而特別是那種高傷害的 又無解 然後再來的話 如果說遇到高傷害先攻 比如說像 十封王主線 十封王的 那一隻 先攻2萬7的 你就是要借奧笑紅塵 或者是 鑽石 因為它的 這個很重要喔 它的迴避啊 只有 幻象形態的迴避 只有 開始轉租 於移動符石後 才會獲得 以下效果 所以你在 進到下一關 它先攻的時候呢 你現在是沒有獲得 雖然你是幻象形態 但是 你是沒有迴避效果的 你一定要開始轉租才有 所以先攻的話 還是要需要鑽石 奧笑紅塵 或者是之前那個布袋器的電技小怪 這種卡才可以 然後再來呢 它不能夠一直黏壓 關卡 像天原突破那樣子 或者像鋼鐵那樣子 因為它會 幻象真實 幻來幻去 所以它一定會經歷到 幻象形態 所以沒辦法一直黏 所以 像你要拼綁什麼的 這可能就比較不適合 然後再來 高傷害 先攻要借卡 然後 回復顛倒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這張的傷害 你要 珠子 要夠多才有傷害嘛 然後再來 回復顛倒了 它整版兼具新 所以很容易就把自己補死 可能要借水屋什麼的 然後再來 缺點其實大概就這些啦 我覺得優點還是大於缺點 優點還是大於缺點的 然後再來呢 我們講 隊員的價值 它的主動技有沒有到必抽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不用到必抽 因為我覺得它最OP的是 它隊長技的這個 無視拼圖啊 這個真的OP啊 那隊武技能 主動技 隊員技能 這個無視三屬盾 無視無屬盾 這個我覺得還好 因為這個盾 不是說真的很難解的盾 那潘朵拉 那個之前這麼OP 是因為它可以解什麼 水攻盾火攻盾 木攻盾 光攻盾 暗攻盾 什麼都可以解 那這種屬性盾 現在又泛濫 所以潘朵拉的隊員價值才會那麼高 而且潘朵拉在可以借卡的隊伍裡面 遇到這種盾 就可以直接帶潘朵拉 追打什麼屬性都可以 那這張卡的話 三屬五屬不是特別難的盾 所以它其他 扣掉這個功能的話 就是魔族成員追打一次 所以一定是放魔族成員裡面 的效益是最高的 增傷效益 那再來的話就是它的這個炸珠 炸珠然後點選一種珠 你可以指定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技能不到非常的必要 像炸珠 我們雖然說 可能沒有這張牆 但是可以用 伊哥龍納克 或者像秦皇 固定版面去炸 或者像 那個什麼 握瓦道 所以它我覺得沒有到 技能價值沒有 潘朵拉這麼OP OK 技能價值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呢 我們講複製的好了 最多的話我覺得就三張 因為你三張加上副隊長一張 這樣子四張的話 它第一個技能 剛好是CD4 你等於是可以 無限幻象形態 可以一直迴避 一直迴避 一直迴避 但是我覺得這個主要是 比較娛樂一點 現在關卡 那個機車 要放很多功能卡 比如說像輪迴這種的 我要放木天使 又要放庸子 又要放炸板的 你一直維持幻象形態去迴避 沒意義啊 因為它幻象形態 它不像鑽石那樣子 它可以 回避完之後又有增傷 它這個幻象形態維持住的話 它就是沒傷害 所以你一直沒傷害的狀態下 也沒什麼用啊 所以我覺得娛樂對吧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玩複製人 最多就是三張吧 那其實我覺得一張就可以了 實際上一張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講要不要抽好了 有團長 我覺得想省石頭的話 存合作 想省石頭 存合作 可以略過 有團長的話 那如果有團長 有石頭 那當然是沒問題 反正有石頭都是可以抽的啦 你不缺石頭的話 你是土豪都可以抽的 那如果沒團長 有石頭 我是覺得可以抽 畢竟 我覺得它的強度也是有 也是有 那 只是有團長的話 只是有點重複性嘛 都是魔族隊長 就比較沒有必要 如果說你是缺石頭 那就重複性的隊長 其實就不用 就是去存合作就好了 那沒團長的話 石頭夠多 也是可以抽 因為你沒有團長嘛 你需要一個魔族隊長 那我覺得它強度是有的 而且優點大於缺點 當然沒有到 真的很OP的地步 然後 我們跟團長 比較一下 血量的部分 團長是贏的 然後 血量高玩起來就比較爽嘛 你就不用擔心太多 血量低你就會有點抖 然後怕會 失誤幹嘛就去了 所以玩起來比較舒服 團長這部分 血量的部分 那傷害的部分 其實是差不多的 甚至我覺得這張可能 可能 這張應該是 平坎應該沒有超過團長 但是應該可以平起平坐 然後 團長輸的就是他們 變身錢真的是太弱了 變身錢真的輸太多了 這張是 進場就有傷害 只要過那個幻象形態就有傷害 然後再來呢 它比較好洗技能 像團長的話 你要回血什麼的 因為暗跟星是星珠 你要回血可能會打太痛 那這一隊的話 它洗技能 減上80%的情況下 它消個2C 1C 就可以洗技能了 而且又有兼具星珠 整版兼具星 所以這隊洗技能比較好洗 那牛棚的話 也是這隊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是全牛棚 那團長的話 就是人妖魔 三種種族 那這隊就是 什麼OP的隊員都可以放 那生存能力的話 其實我覺得 兩隊性質不太一樣 團長能擋呢 他不一定能擋 啊他能擋的團長不一定能擋 因為他是回避嘛 像團長無視減傷就擋不了 他可以擋 那 團長 團長主要是血量高 然後加上他的 痾 痾 對 血量高 然後這一隊的話主要是血量低 但是多回避 能擋的東西不一樣 好 那再來的話呢 痾 解盾的部分我覺得也差不多啦 團長主要是 隊伍技能可以露出魔族強化什麼的 可以解一些什麼隱藏啊 黏符 不是黏符啊 那個 弱化啊 鎖定啊 什麼的 但這隻能解的東西 其實不太一樣 就包括他 可以解石化凍結 整版這個 整版種族服是可以解石化凍結 然後主動技 欸拼圖盾 他隊長技武是拼圖 然後主動技武是35組 能解的盾其實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兩盾解的能力是差不多的啦 然後最後要不要抽齁 其實我覺得 不管怎麼樣啊 你沒有200顆 就不用抽了 因為 你要確保有辦法保底 再去抽嘛 阿不然你運氣不好 像我一樣怎麼辦 然後再來 就是他黑金有送10抽 免費10抽 館房或者是像 各大實況主 女將達人 都有送一抽入魂 就可以去賭看看 我是覺得 你經濟能力有限的話 先不要去抽啦 先去賭看看 如果真的都沒有的話 那你真的也沒有團長的話 你再考慮要不要抽 不然我是覺得 這張沒有到必抽的等級 OK 大概就這樣子 那實戰後分析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